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帮势力对于娱乐圈的渗透一直以来都是非常之猖獗的 也正因如此 香港娱乐圈可以说是深受黑社会影响的 比如王宇 我们都知道李小龙 要知道当年独臂刀大侠王宇比他出名还要早 主演的电影连续四年获得香港电影票房冠军 独臂刀 独臂 刀王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武侠片 70年代中期到台湾发展 并成为黑帮竹联帮的骨干成员 当年比较轰动的三大血案就参与其中 一开始判处有期徒刑几年 之后到无罪释放 可以看出背景之强大 现实中是大佬 在电影《火烧岛》中也是老大 不过是监狱老大而已 在监狱的威望非常高 人人都要听他的 当然了 他的情势也比较丰富 当年和林青霞 林凤娇都有过恋情 值得一提的是 他和古龙也是多年老友 古龙去世的时候 他还在旁边饮酒 最后送他最后一程 再比如邓光荣 这位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许得 港片中都可以见其身影 并且都是江湖大哥 也符合他的身份 龙腾四海 江湖龙虎斗 再战江湖中大佬饭十足 就连周润发 任达华 刘德华都只能当其小弟 邓光荣曾经是王家卫的老板 力捧王家卫拍摄《望角卡门》 甚至拍摄《阿飞正传》 亏了好多钱 也没有多说什么 当年在台湾发展的时候 就和秦汉秦湘林并称为三大文艺小生 更有学生王子的称号 邓光荣和沈殿霞的哥哥 圈内人都熟知的一件事就是 他在肥肥的葬礼上指责 邱关忘恩负义 邱关在演艺圈的地位自然不用说 敢当面指责他 没有背景 怎干如此 蓝结英事件一直以来都是娱乐圈的一个痛处 让人惋惜 据传当年两位大佬中的一个就是他 至于真假我们也不好说 毕竟邓光荣现在也已经不在了 再比如陈慧敏 全有陈慧敏 腿有李小龙 这是70年代媒体赞誉陈慧敏的 当年他曾35秒KO日本拳手 实力非凡 加入邦会之前做过警察 之后成为邦会的金牌大手 到现在已经是14K的老大 江湖地位非常高 陈慧敏于70年代进入影坛 出演的角色大多都是一些黑帮大佬 在蛊惑在山中曾是东兴骆驼大哥 只可惜被自己那个天天不好好吃饭的 小弟乌鸦干掉了 陈慧敏在圈内是出了名的讲义气 似乎没有什么不好的传闻 无论是对待兄弟还是演艺圈的朋友 都非常的客气 甚至还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黑帮上面的问题 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大佬 除了上面这三位 在香港娱乐圈里还有一位属于乐坛大佬级别的人物 在他过去的演艺生涯当中 也曾经有过十分嚣张的行为 比如和著名的作家古龙曾经发生过争执 也因此被人认为是他间接害死了古龙 除此之外 他还曾经占过书旗的便宜 这位在娱乐圈里很少有人敢惹的大佬 就是柯俊雄 柯俊雄原名叫做柯俊良 1945年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 从初中毕业之后 柯俊雄就进入到当地的一家影视公司工作 主要平时是当工人和群众演员 到了1962年的时候 他获得了机会主演了一部闽南语的片子 片子第一号 由此进入演艺圈 之后他又在1965年的时候 加入了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演了十余部国语片 并凭借着在寂寞的17岁当中的精彩发挥 获得了第14届亚洲影展最佳男主角 在这之后 他又出演了一系列电影 并且拿下过不少的奖项 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 而在生活当中 柯俊雄并不那么的顺利 在情感一方面一直都不太如意 他与宝岛玉女张美瑶在1967年热恋 三年后结婚 婚后两人生下两女 1990年 他正好在香港发展 节时同样从台湾赴港工作的蔡清化 迅速点燃爱火 这段地下情持续14年 蔡不但为他生下一子一女内外打点 还接他高龄的妈妈同住 始终无怨无悔 直到2004年 柯俊雄与张美瑶签字离婚 外结财 发现并震惊两人结发35年 三人形状态 继持续14年 对外 柯俊雄大男人心态作祟 又顾及 蔡清化感受始终必谈张美瑶 加上两人婚后 曾为赡养费 闹上法庭 等于撕破脸 直到2012年 张美瑶病逝 两个女儿遵循妈妈的遗愿 阴满死讯11天 柯德之后 为此落下男儿泪 认为几十年夫妻一场 走了夜不讲一声 很难受 并悔恨自白 这段婚姻 她没错 错在握 首度坦白 对于外遇 伤害前妻 很愧疚 但为时已晚 纵观其职业生涯当中 其实除了很多的高光时刻之外 也有着不少令人争议的事件 而最让她饱受争议的一件事 就是和舒奇合作时 做上演的激情戏 当时舒奇本来是和另外一位演员 一起演这一段的 可是没想到柯俊秀却突然出现 强行将自己换成了主角 众所周知 舒奇家境贫寒 高中没念完就辍学在家 为了赚钱养家 她曾在餐厅当过服务员 摆过地摊 在咖啡厅帮人泡过咖啡 跳过酒 而最长的工作则是录像店的店员 1994年 舒奇被刑坦发觉 进入一家模特公司当模特 为了更快地改善家庭生活 接拍了几套大尺度的写真集 而这些大尺度的写真集 引起了台湾影坛一位大哥大 同时也是影视公司老板的助益 1995年 她以十万台币签下舒奇 并承诺为其拍六部电影 当时柯俊雄旗下的导演 文安雄 筹拍林雨玉 19岁的舒奇 担任女主角 在片中冲光大谢两点进路 而当时柯俊雄 其实在这部片中并不是主演 只是偶然间看上了舒奇的容貌 于是便强行 把主演换掉了 舒奇一开始也感到有些懵 结果一看对方是柯俊雄 也大概了解了是这么一回事 于是柯俊雄就这样成为舒奇的 对手戏演员 而在演戏的过程当中 他还擅自加了几场大尺度的动作戏 而对舒奇来说 也是他第一次在荧幕上的激情戏 结果就这样和柯俊雄完成了 不过在这之后 他也没有敢说什么 毕竟相比起当时身份地位都比他高得多的柯俊雄来说 他实在是没有什么资格去叫板 而王金和文卷正是通过这部戏 发现了舒奇 后将他带进香港映视圈 并且为他量身定做了多部三级片 一举把他捧上了性感女神 和一线影星的宝座 而除了与舒奇之间的一些事情之外 柯俊雄还曾与著名作家古龙 结下过两字 1980年古龙一次与朋友在迎松阁喝酒 当时的柯俊雄带着他的几位小弟一同出现 看到古龙也在旁边 于是便想着客套一下 让自己的小弟过去敬酒 可是古龙一直以来 都对这些在娱乐圈里形势嚣张的人 没有什么好感 更何况对方敬酒 既然只是让自己的手下来 他自然也是没给什么好脸色 因此就拒绝了 没想到这名被拒绝的手下 竟然一时之间恼羞成怒 立马掏出了一把刀子来 然后划伤了古龙的右臂 当时他由于失血过多 必须马上向体内输血 可是医院的血库严重不足 于是他只好去找那些卖血的人购买 可是卖血的那位既然身上患有肝炎 以至于古龙也被感染了 从此以后就患上了肝病 在这之后 古龙于1985年离开了我们 此时有不少的人都站出来表示 正是因为当年古龙被划伤才导致 他不得不向体内输送又肝炎的血 所以才会因年早逝 看样子是把矛头指向柯俊雄 不能说古龙的事事与柯俊雄有直接关系 因为在刺伤古龙之后 柯俊雄也命令他们赶紧救治古龙 但是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小弟之间 针锋吃醋引起的 所以说古龙后来的离世 与柯俊雄有着间接的关系 话说回来柯俊雄究竟是有多大的势力 才会在娱乐圈里形势如此之嚣张 却没有人敢惹呢 柯俊雄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位普通的演员 更加是一位公司的老板 而他手里掌握的资本 在娱乐圈里也算不了少的了 因此有着不小的势力 在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因为出演过许多的作品 再加上拿了不少的奖项 因此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 而那时的柯俊雄早早就意识到了 要把这些钱化为 成为可以生钱的资本 于是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当起了老板 在这之后 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 结果等到他中年时 公司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规模 他的手里也握有大量的资本 然后他再将这些资本 转化成为他在娱乐圈当中的影响力和地位 于是也就有了 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个 如此飞扬跋扈 却又没有人敢制裁的柯俊雄 然而无论再怎么得意 人终究是无法逃脱 生老病死的纠缠 即便是一路走来 一帆风顺的柯俊雄也一样如此 在2015年底 柯俊雄身患肺癌 无药可治 最终与世长辞 享年70岁 他的离去 也让许多影谈的人都感到唏嘘不已 或许时光才是最大的敌人 对于这样一位一生创造许多成绩 也有过很多争议的演员 或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私人已逝 也无需议论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哦